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我感兴趣的要点 因为中国你看虽然有多数服从少数的制度 不管是在最正式的会议 还是在一个单位的决策过程 或者是民意调查 你看绝大部分的意见不会相持的很接近的 都是大部分的 都是90跟10的比例 或者是最多是28这样的比例 因为这个讲起来很复杂 我做过一些这方面的探讨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第一把手权力很强 大部分人在表达自己的态度的时候 害怕成为少数 在中国的文化里边 少数是一个罪名 它不仅是一个程序 本来多数少数是决定一件事情的一个程序 事情决定完了 全部人都服从这个了 那么之前你是反对的还是赞成的 没关系了 但中国不是的 中国的一旦事情决定了以后 决定之前你是站在什么立场 你是多少将来对你都会有追究的责任 我觉得中国人的战术啊 从来都是利用多数打少数 对 所以少数成了一个道德罪名了 有些词就天然变成不好 比方说极少数人 你看我们就要一讲 这件事情极少数人怎么样 那他不大会正确的 一小撮 一小撮等等 所以呢 正因为这个文化呢 使得中国的很多争论的事情 他都不会争持不下的 大家一看 这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就跟着赢的这一派去了 可这件事情很奇怪 因为这件事不那么政治的直接政治性 所以这件事情在网上 你去看那个调查 我突然发现 真的这个 这个五百三十几 这个五百二十几 就这样的来来来争论 这个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 你像我搞传播的 我觉得之所以有这个调查 未必反映真实的情况 这个调查本身跟传播的方式 传播的影响力 到达的人群都有关系 因为这个事吧 反正他被放大了 对吗 比如说就是 这个可能很多观众还不知道 闻到这个在山中清修 出来才知道 什么叫傅教授换偶 才知道这是最近的热门话题 他清修里面已经换了很多次了 有一个傅教授 这个傅教授呢 大概五十出头吧 现在以前经历过两次 他说是失败的婚姻 那么他呢 就在这 他们的网上啊 有那种群落 你知道实际这种啊 在中国潜在的是有存在的 什么北京上海苏州都有的 那么但是怎么就把这个给弄出来 所以他们都说呀 现在法庭援引的法条叫聚重淫乱罪 据我学习聚重淫乱罪呢 是什么呢 撒人以上 进行不道德的性行为 就是属于 但是现在也有人说 说这个法律比较旧 就是说淫乱 什么算淫乱 对吧 像这个李银河出来了 李银河博士又出来了 李银河博士在两会之前 他就通过代表想要转达 说聚重淫乱罪 是不是也取消了 李银河说这条法律是有 但是二十年都没用过了 其实这个是应该取消的 结果呢人家就说二十年没有现在拿出来用了 现在就拿出来用 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要真的要用了 说是这个 什么叫聚重淫乱 反正你像就说是 他刚才讲的那个定义了 这位副教授 照这位副教授对外讲法 就说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荒淫 我们都是自愿的 有的时候吧 我们就脱了衣服什么都不干 大家聊天 就没穿衣服聊天 而且比如说 我看见一个女的 她不穿衣服 我摸一下 这个女的身子一扭 我就不会摸了 就是说我们不会强迫的 而且有大多数人来了 看一看 没有干就走了 那么那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就听说跟李银河博士也通了电话 李银河博士呢 就是说 关键 这不还上我们一伙一期谈吗 说这个案子没有受害人呢 就这种淫乱罪 谁是受害人呢 他同意 甚至比如说说换换偶吧 和换妻吧 开始说是换妻 后来发现呢 也不见得是妻 说里边真实参与的几十个人里边 真的夫妻只有两对 其他呢 就是带了一个女朋友去 所以这叫换偶 而且你看这个公安 还有意思了 说是他们这个团伙里边 有两对啊 是因为这个 搞了 但是以后真的成夫妻了 好 把他们放了 搞成了 搞成不算赢了 结果了 这就不算赢了 这就很奇怪 奇怪 这就很奇怪 然后呢 我估计他们现在面临这个法庭的这个审判的时候 所有参与者应该赶快找一对比较靠谱的 赶快一成功就不必坐牢了 哎呀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牵涉到好多事情 一个是牵涉到这件案件 它很特例 另外就牵涉到这条法律条文 应不应该废 因为这条法律条文的前身叫流氓罪 在文革的时候有一条叫流氓罪 好像是几几年流氓罪就被取消了 然后流氓罪取消了以后呢 它分成几条罪了 比方分成什么什么 军奸啦 或者是什么什么 但其中就有这么一条 叫聚众淫乱罪 而这条呢 是最成问题的 因为我其实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 我说淫乱这个字了 这是一个形容词 什么叫淫乱 就是说这件事情 这个同一个行为 你这个标准说它是不淫乱 那个可以说淫乱 它非常主观性的 它很难 比方说三人以上发生性行为 那还比较好定义 对不对 虽然克林顿对性行为定义 也跟我们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比较 这个淫乱这个东西 你口头的算不算淫乱呢 那这种东西怎么来算 所以这条条文现在引起了很大的证 因为假如此案一判 如果真有一个法律说三人以上 这个淫乱 而这个定义又不清楚的话 那所以参加讨论的人 天天 翘翘三元行 我们就是这个 巨重淫乱 三个人聚在一起 讲黄段子 叫不叫巨重淫乱 这不行吧 那全国每天晚上 要有几万人被抓 那么我觉得这个 这个中国啊 我有时候经常有这个 温总理的那个情怀 你知道吗 我想到这些问题 就是这个国家啊 人口太多了 人口太多了 什么事都会发生 不是 每个人的想法太不同了 这个道德观呢 现在差异很大 每一群人有每一群人 自己的价值观 道德观 但是都同时并在 有的事情啊 我就老想起 原来咱们谈这个话题 徐老师有一句名言 说中国人呢 很多事是只能干 不能说 我原来不同意 我认为能干 为什么不能说 对吧 但是我现在渐渐屈从于 你的这个观点 例如巨重淫乱 咱咱比如说 文道 咱就说 我我觉得 过去王盟老师 在我们节目里 他讲过一个感受 他说咱们中国人 有时候有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爱从个案呢 推积到全体 比如说 允许他抽烟 那难道说 全国人民都抽烟了吗 你知道吗 他有这么一种推理 允许他怎么搞 那是不是说 大家都这么搞 怎么办 其实这是个假设 其实这是个假设 你就像李银河博士说的 你就是不说他 这个比如说 换妻换偶 对吧 这种行为是违法 难道说 全国人民都会这么干吗 我而且 比如说 从我个人来讲 我我就觉得 我也不喜欢 我也不愿意换 对吧 太多不过 要我自己 我一个人去 人家换给你 你换给人家就不在 但是就是说 我有一个朋友 你有这个爱好 我也会饶有兴致的 跟你聊聊 我不会觉得 这是你私人范围里的事 对吗 可是呢 问题复杂了 我就跟你说 这个问题复杂了 比如说 李银河博士 讲到三个原则 他就说 现在大多数社会 基本文明社会 就是成年人 隐私 不伤害他人 这就是 两个人之间 自愿的发生性行为 反正在大多数 现在的社会里 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吧 但是呢 我就发现 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 隐私这个事情 本身被破坏了 李银河博士 有没有想到 这么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啊 如果这个事情 没有被发现 他们是悄悄的进行着 在自家关起门来 那么确实 也不会对社会怎么样 可是问题在于 媒体 你把它放大了 你把它放大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变成不是隐私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就确实啊 对很多人的这个道德观 发生影响了 大家觉得 就好像你们上次说 大片拍这个乱伦 然后看完以后 公公跟媳妇眼睛都不大对头 对对对 那这种案件公开讨论以后 老公老婆都在那里演对 不是 就是你比如说 就像咱们上次说的那个 咱们不是讨论过一次 那个局长日记吗 后来我看见有的观众 还给我提意见 说你说把人家日记 放到网上是侵犯隐私 可是你们不也在节目里 念了一对吗 严格说来 我是应该道歉 对吧 但是我也要有所辩解 你知道就是为什么呢 公共事件 他已经被你这个 弄成了一个公共文本 像鲁迅日记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引用 那么这个事情 本身是一样的 他已经不隐私了 但是因为什么 因为媒体 可是媒体也会抱怨 我们不是你们的镜子吗 你们要不对这事这么感兴趣 我们能这么放大吗 你明白吗 他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现在该佛教界人士发表一下 看法 刚刚禅修回来的文道 不是 我是觉得 你这种事情 比如说换期 或什么 你本来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 很学理 很逻辑来分析 它到底有没有错 对不对 那我觉得李银河教授 说法是对 他成年人自愿的决定 没有伤害到其他人 没有受害者 这都对 可是问题是这样 要反过来看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法律 它制裁的一些行为 或者被它认定为罪行的行为 其实也没有受害者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新加坡到现在为止 人家把基奸视为一种罪 大部分中东 伊斯兰国家也是一样 对不对 所谓基奸其实是刚交而已 只有两个成年人刚交 是他们的自愿行为吧 没有受害者吧 那为什么 你把它视为一种罪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法律啊 跟伦理不一样 伦理上我们可以辩论 我可以用很哲学方法辩论 我甚至会同意 李银河教授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一个国家实际运作的一些 牵涉到道德的法律 往往有时候要决定于这个社群 这个社会 对这些事有没有个起码的共事水平 这就是我说的吗 中国人口这么多 我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 你如果要讲这个话 比如说像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开放黄色网站 黄色书刊呢 这有受害者吗 假如我只是限定好说不让18岁 假设我说他会让18岁下的新少年受害 我不让他看就行了 成年人你爱看谁就看谁 比如最近在中国很红的那个叫昌景空是吧 你不知道 现在有一个日本的AV女优 她在Twitter上面跟中国影迷打招呼 结果震动中国网界 一大堆中国网民都学翻墙上Twitter 结果使得她现在成为Twitter的微博 Twitter那个微博女王 然后她用日文跟中国的影迷打招呼 那么而且像很多的新浪微博那些人都不干 说什么她只上Twitter不来新浪 跟着最好玩的是这个AV女优 她还说她用一个翻译软件 比如说我要多谢我的中国的粉丝 Fans 结果中文翻译出来变成什么 我要谢谢我中国的球迷 结果这个中国她那些粉丝都 哎呀球迷这个质疑的 我们也的确是你的球迷 然后联想到播去 对对对 然后呢 你像这种事 比如说像这些 你为什么不能让大家公开去看呢 为什么街上我们电视上不能放黄色电影呢 假如你说这也是没有受害者 没有受害者 成年人自愿 你愿意给我看 我愿意看 我是成年人 对不对 但就是不行 就是因为他破坏了我们这个社会对某些行为的 某些牵涉道德行为的一种共识标准 所以要怎么样找到这个共识呢 我就觉得李银河博士是理性的 但是呢 我又必须指出呢 人类社会从来就不是理性的 一半理性 一半非理性 很多人的思想啊 是受着一些习俗吧 咱们可以叫习俗 风俗习惯的影响 这个风俗习惯严格按照这个理性来说 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吗 但是呢 现实存在吧 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 呃 网上现在的很多事 我宁愿我爸爸妈妈 他不知道 他对他们就不能上网 我觉得挺好 你们知道这些事干什么 完全你们也不能理解 不能接受 对不对 这个天看着自己天堵 但是 丛林和这个博士自己讲的 你比如他说我本人 我本人也也不知 他说我本人实际觉得一夫一妻制挺好的 我本人觉得这个呃 什么灵性欲都是一种选择 对吗 他但是我必须指出 就像子东老师说的 这个社会里有极少数人 他有自己特殊的这个性行为的方式 对吗 那么 他们关起门来 自己的事情 嗯 那么法律要不要以道德的名义 这所谓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公权力 侵入到私人空间 侵入到私人生活范围内 就是呃 他也有一个从各家各案 推及全体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那么接下来需要警惕 西方知识分子很警惕这个 就是说公权力 你能不能侵入到我家门里边去 哎 他提出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 这个有有 这里面有三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称之为作风的东西 第二个是一个道德 第三个是个法律 我们以吃东西来比方 最容易解决问题的 我们大部分人一般吃东西是一个习惯 如果我们说它是个道德的话 那么另外有些人 他他吃的比你少 他很精选 比方吃素 那这个算作是一个作风的层面 他比你更 但是法律 另外还有些人 他比方说他喜欢吃蟑螂 他也吃 有人吃蟹子 有人吃蟹子 那法律也不禁止 因此也没有说吃蟑螂 你就犯法 换句话说 道德是 那个这个法律 是要比道德低的 对啊 作风是要比道德高的 你明白 在吃的问题上比较明白 但中国呢 因为多年来呢 因为阶级斗争革命时代 把法律跟这个作风啊 混为一谈 因此呢 法律要求的东西啊 比道德还要高 中国现在的出现的情况 为什么这件事情 我相信啊 最后肯定会判他有点问题 因为客观上 在中国的确会发生 这样的情况 假如你说这个事情 不犯法吧 还真有很多人会去做 他本来都没想到的 还真会去做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这个原因 在中国多少年来 形成了大众的一个习惯 一个特殊的国情 就是说 哎 反正人家能做的 我就能做 你也不问你想不想做 哎 不因为想 哎呀 现在能换 起了我 你明白没有 所以这个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 就是把作风的问题 提倡本来是一个集团 要奉守的纪律的问题 跟一个法律 这两个东西混淆了 把这个法律 放得比道德更高的程度 法律一高 人人犯法 人人犯法的情况下 只要不被抓住 我都可以做 这个是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情况 哎呀 可以换期了吗 不行吗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他不是 文道说说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像这种 我们刚刚讲 是不是侵犯隐私 或什么 中国向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太习惯 就是刚刚您讲作风 我就想起来 我们太习惯 把一个罪犯 看成是不只是 法律上犯罪的人 还把它看成是一个 必须全面 在人格上予以消灭的人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很多的罪犯 特别是官员 当他犯法 犯罪之后 我们关于他的报道 这些报道 这些内容消息 肯定都是有关方面 调查方面泄露出来的 或者提供出来的时候 总会把他全面的生活 都抹黑 比如说一个贪官 他必然有情妇 就行 看他情妇 对 而且这个贪官 有时候有些贪官 他的贪不一定 直接跟情妇的事情 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们都要 这么来形容 情妇一旦出名了 连这个贪官都忘了 之后大家都追情妇去了 对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 在人格上 把他全面的消灭掉 所以我们现在太关注 这种人格问题 所以比如说有些罪犯 我们现在拿出来审 或怎么样 也不会强调他有隐私 需要保护 或各方面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 这种牵涉道德问题的 法律案件的时候 他的敏感 我们就更可想而知了 确实是敏感 所以这件事情 引起了很大争论 不过有一点可以借鉴的 就是澳洲 很多英联邦国家 他们对性工业 都采取一个二元 就是说你个人的性交易 其实是非形式化的 对 更不讲有些地方是合法 但是你去组织这些事情 你去经营这些事情 很多是触犯犯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九层 其实可以也可以推广到 比方我们在讨论的这种事情 就是说如果他们 纯粹是几个个人的选择 他们真的没伤害个人 他们的偶啊 他们互相之间有些什么问题 这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有人 他通过网站 通过成立一个组织 搞了有几十个上百个人 来参加这类的 很定期的这样的活动 甚至他在这中间 获得好处的话 那是另外一个罪 对不对 那或者是说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这两个东西 应该把它分开 现在把这两个东西 混在一起的 你看见没有 但是这个事啊 更基本的问题就在于 我甚至觉得性工业 或者性产业都不算罪 我从来都这么认为 我甚至觉得 是不是关于性的 我个人的观点 是觉得性需不需要 被法律管理 就比如说我们 法律从来不会规定 一个人不准乱吃 你不能一种乱吃 有点好多人 那么多人 有点好多人 但是再一充满 就可以找开 我们就找开 只能什么 你呢 可以 我不是想跟 中文字幕——YK